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 那失眠的本质就是提高氧气的输入量 令到大脑可以觉得有足够的氧气支撑它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多做扩张 平常就练肺的这些肌肉 但是你不是去练那个 宫二头肌 二头肌 也不要练扩约肌 练扩约肌也没用 你要练什么 你就是要这样做这种很柔软的 让肺这些肌肉活化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筋很有趣的 它常常会整条肌肉或者整条筋 就塞死了不见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这边 就说我们常常这边有一条筋 很多人只有一条了 另外一条不见 就塞死了 塞死了它就几乎萎缩掉了 就萎缩了 所以你不断地活化它 你要活化它 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 您说这样的一个摆手 学问太大了 对 它里面摆的这个频率应该是什么呢 你做这些运动里面 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肺的共振频率 你是很难的 但是你有个最简单的 这个人家叫心法或者法门 就是你做任何运动 你走路或者是你手就这样摆 你去体会你自己的心跳 就说体会心跳好像讲起来很难 但是为什么要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要跟你的心跳同步 因为我心脏在打这个血出来 我假如肌肉这样跟它动 一同步的话 我这些肌肉自然就跟心跳共振了 对 因为它两个完全同步了 那你走路的时候也是 你脚的最好是心跳的同步 对 那才也不 现在很多西方运动专家建议 人运动时最好让心跳在平常的1.5倍 但是王维公在其著作《气的乐章》中 却认为他们的词中论调恰恰是错误的 因为当心跳变成原来的1.5倍时 心脏对身体所有的经络都减少了供血 心脏也由此必须加倍工作 才能够供应各经络之所需 虽然可因此而烧去许多脂肪 达到减肥的功效 但是这种激烈的运动对身体是有害的 难怪我们说做事得与心同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尽量要跟心脏同步 我今天走到中山公园 早上约来金雨泉吃饭 我从进门的时候 我就这样走路 一边走 走的脚步也和心跳是同步的 鼻巴鼻巴 那个手也不 才走了5分钟都不到 觉得神清气爽 对 真是 因为你走路 然后你又这样子 你跟着心跳做的话 它就等于你三个心脏了 而且尤其是走又做这个特别好 为什么呢 脚走的时候是补肾的 你手做的时候补肺 那怎么才能补脾胃呢 你肾肺 补好了 人就够好了 脾胃的药很多很多 我们以后再说 所以讲到此处的时候 说有一些中药 吃进肚子里面就到胃里面 吃的有些药吃在肚子里面就到胃里面 就归各个精嘛 是不是因为不同的植物 它天性里面有某种的频率 跟我们的心肝脾胃肾的频率比较接近呢 就是说 这个药 药吃进去以后 到底为什么会入肾或者入皮 说实在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现象学的研究 这个研究 我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做 我做了大概约有三年左右 就怎么样了 我们把一些煮好的中药 把它喂给老鼠吃 或者把它打到老鼠的腹腔里面去 然后我们就观察它的脉搏变化 那我们就发现中医补皮的脉 补皮的药 你喂给老鼠吃了以后 它第三血波就会打起来 所以补皮的 它真的就入皮 有意思了 我开始慢慢慢慢弥解了 所有的事情之所以能够相互的感应 比如五行 它能够对应的是这个颜色 能对那个植物 能对这个时间 肯定都是因为这一个名词里面 包含到它那个频率是一致的 世间万物如果能够共振起来 那自然就能相吸 就能够紧密接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这对男女 他们两个人这段时间爱得死去活来 很可能跟他们的某些频率接近有关 好了 谢谢大家